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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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 欢迎收看DEMLAP 现象展示亲 我是Demonstrator 打理衔 在上一期的视频呢 我们通过实验就了解了 能量转换的原理 还没有看的小伙伴们赶快去看哦 然后在这一期的视频 我们将会讨论太阳能罩 然后现在就让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太阳能罩 然后太阳能罩里面主要是被 那个Aluminium Foil都有包着 为了就是要让它反射它的那种光跟热 然后这个盖子上面有一个 透明的那个盖子 然后稍微让那个光照进去 然后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盒子盖上 稍微让它那个防止它散热 这些是我们今天这期视频所需要的材料 有Hot Dog Marshmallow还有太阳能罩 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第二期视频中呢 有看过这个太阳能罩的出厂 然后在这一期的视频呢 太阳能罩就称为了我们的主角 然后现在就我们就一起到户外 来用这个太阳能罩煮东西吧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太阳底下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Marshmallow跟Hot Dog 放进这个Solo Cooker里面 然后再把这个盖子盖上防止它散热 然后我们就让它在太阳下面晒上一段时间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个Marshmallow跟Hot Dog 如何了 Marshmallow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arshmallow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arshmallow Marshmallow 嗯 其实好大 那我们来试一下看 它有一点稳 在第一期的视频中呢 我们就知道了太阳可以用来发电 然后在这一期通过这些小食验 我们就也是知道了 太阳不只可以用来发电 也可以利用太阳的热能来做一些 煮一些小食物 太阳能照的内部要用Aluminium Foil来包裹 为的就是增加阳光在盒子里面的反射 然后让盒子会变得更热 装有食物的盒子要涂上黑色 是因为黑色比较细热 会把盒子里面的热细进去 然后传给食物 让食物加热 太阳能照不用电不用煤 只需要利用太阳能就可以把食物弄热 而且对人体跟环境是没有带来任何伤害的 那我们不妨一起制作这个简单的太阳能照 然后来煮一些食物吧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就到这里结束了 记得留守下一期的线上展示听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